吃什麼飼料都會影響鮮奶風味 落農投入高成本 也反映在終端價格 若是二零二五年 紐西蘭進口液態乳全面降為零關稅 可能再衝擊本土產業 怕的是被進口便宜貨淘汰 咖啡飲料用液態奶取代鮮奶 一般人難察覺 甚至有些保存期限長達九十天 一樣取名叫鮮奶 消費者容易混淆 成為打擊國產的幫兇 一個禮拜的牛奶都已經要過期了 那一樣通稱為鮮奶的時候 是不是跟我們的生活習慣 有比較大的落差 對比台灣一天就能送到消費者手上 法規名稱造成鮮奶不公平競爭 落農喊話政府要有配套措施 不想被當祭品犧牲 針對乳品原料不透明問題 農業部回應正在眼裡國產乳品標章 同時和衛福部跨部會討論規範 要求食品標示內容必須寫清楚 三立新聞周冠宇曾家宣 台北報導 台灣人愛喝手搖飲 尤其是奶茶 但是奶茶的奶到底是用奶精 奶粉還是鮮奶 我會問他說是鮮奶嗎 你有看到菜單上有標準嗎 沒有耶 實際直擊部分手搖飲店 光是看菜單看不出來 還是得直接開口問 我想問奶茶是用 有些品項是加奶精 另一部分加的是鮮奶 但是菜單上寫品名奶茶或是奶綠 沒有明確標示 這對有些抗拒奶精成分的來說 有點不便 奶精成分其實本來脂肪就比較高啊 對啊 它裡面含的化學添加物 可能也比較多 比較多店家都是寫說 可能它的鮮奶是從哪一間來的 那其他的就不會寫了 對啊 不過攤開現行法規來看 手搖飲店受到規範的內容 包含要標示飲料的總糖量和總熱量 以及含有多少咖啡因 另外茶類飲品是否使用天然茶葉 果汁含量也有不同的品名規範 唯獨奶茶是使用奶精 奶粉或是鮮奶 這一項沒有特別規定 對此解稿前致電業者以及傳簡訊 都未取得回應 而消保官表示其實在二零二一年時 就曾經建議補足現行法規不足的地方 希望讓消費者能更清楚知道吃下肚的奶到底是什麼 三星期間 江波庸 佳玉台報導 三星期間 江波庸 佳玉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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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